再來 它後面好像有個牽手 彎釘吧 來 這一個 不像你的東西 這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東西 所以也算是一段 又是做善事 我們節目好多來賓 他們的寶物都做善事做來的 這個 這個是妳也會幫 我聽聽看 妳那麼漂亮 我聽聽看 妳當初遇到什麼樣的錯 它是我的朋友帶來的 那已經是在玩的 這是這兩年收的 這兩年 對 她的老公 不是我認識的 是我朋友帶來的 但是她老公就是 一家之主 然後車禍 你不認識這個人 是你朋友的朋友 但已經也是 真的是一時之間走投屋 那就是車禍死 當場撞死 一家之主 車禍身亡 然後還有兩個小孩 還有兩個小孩 走投屋路了 就是借一點救急用 好像家裡也很難 緊趴一點 然後就是這個是她 聽她講是這個男 就是她老公 對 爸爸留給他們的 老公 夫家當初留下來 留給他 這個聽她講好像是有帶 她也是有帶 就是等於她老公生前有帶 可是人是當場撞死 對 就是這一塊都沒怎麼樣 當場事發 其實車禍當下 她先生有帶這一塊玉牌 但是她先生是當場 然後是說看可不可以 就是 跟我借個五十萬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就問 大概跟她聊一下 那可能也是覺得 這樣子她可能 下個月馬上就有問題 我是 自己又添了十萬跟她買 這樣子 這一塊也是屬於半做三次 她跟你借五十 你又加了十啊 對 我是自己加十萬 你是有點覺得說 想要幫助這樣 應該講說我自己也看 就應該講 商業就是 我看了也值這個錢 就這樣講 就是不想要說 因為如果是你賣我 我會去台價 我想要買得比較少 對 但是你遇到事情 我覺得可以 反正這個價我覺得可以 那我就是 因為我是買來收藏 又不是買來賣 發心良善 那就是這樣子 你也不想陪人家 對 就添個錢 其實應該是說 當我們看到這件事情 然後對我們而言 小錢 對別人來講是救命錢 對 可能幫得了他 所以我們也不好 跟人家講什麼 所以你還加十萬 就六十萬 是不是 所以說這就是 就是人好心一定有 原住民 原住民 就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他們都賺錢 就喝完 才出得很難 是 所以我也有很多 原住民朋友是這樣 就是說可能酒喝一喝 就發生了悲劇 那其實個人倒無所謂 我覺得人走了就不所謂 最可憐的是留下的人 對不對 他的母子 兒子 兒子要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發心 是非常好 換作我可能還做不到 不可能 應該把善事做那麼多 不是 我跟你講 人 我跟你講 人有一關很難過 就是 你要掏錢出來的時候 對 你要掏錢出來很難 那所以如果一個人 善良的人 他的出發點 就不一樣 他的出發點是說 你都發生這種事情 就不是錢的問題了 在我來講 不是錢的問題 你遇到這種情形 我現在不幫你 可怕以後要後悔 這很重要 就是這個感覺 對 就是這種感覺 就覺得說 他的 就像你說的 沒想要給他拚了 就多一桌也沒關係 對 就是我們喜歡 這塊的透度 這塊透度 非常漂亮 好 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這塊的價值 請見證 四十二萬人 你看得滿準的 這很漂亮 而且雕得很漂亮 他這個雕得是一個 牽手觀音 對 好多手掌 這個透度 您看看 這個透度 你看這麼漂亮 對 這個 但是 它就是 當然是濃的話 就一百萬 就百萬 這個 相對的一個看法 這個黃金的是 你把他家鄉的 對 他那時候是 翡翠都沒怎麼樣 好厲害 所以你事後家鄉 黃金 就黃金是事後家鄉 就把它包廂起來這樣 對 你這個心地實在是太好了 我都很慚愧 真的 不會啦 你做的算是也很多 這個年輕人 上面查就查得到了 其實年輕人 最可貴的就是一顆 刺成的心 就是 人命己膩的看法 對不對 你有困難 我如果有 我就自己賺三天 這一點很難 這個 真的 你知道嗎 秦老闆在江湖 混了那麼多年 我都很難做到 沒有 我都很難做到 我都很難做到 真的是很羞愧 來 再來下一件寶物 我就剛剛講的是莫綽 莫綽 對 等於就是你後來 可能自己也喜歡 因為你說五星上 我們可以補些什麼 對不對 它比較特別的是它後面 反而是 你買了幾條錦鯉 對 這倒是比較 就如魚得水 如魚得水 所以你是買了 它成品 當初是賣 成品賣你 對 還是你自己後面再去加 沒有沒有 硬貂都是買的就成品 都雕好 對 硬貂是買成品的 這個入手不久對不對 對 這個不久 這個去去年 去年剛開的時候 過去的時候看到 就寓意滿不錯的 就把它收起來 莫綴就讓人感到 有這種神秘感 莫綴有很多人 喜歡的原因在這裡 它就是一個 很含蓄的東西 對 它沒有那麼張揚 那麼腰掰 但是你把燈打上去 你就會發現 暗藏玄機 對... 真的耶 剛剛打燈也是這樣 暗藏玄機 這個我們待會兒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暗藏什麼玄機 好嗎 來 透過打燈才能看到 因為剛剛我講的景點 不打燈 可能觀眾看不到 你看看出來了 出來了 一照就現形了 這就是莫綴的特色 就是看起來沒什麼 看起來沒什麼 其實是燒東西 這塊 這塊我給它看 完全沒瑕疵 沒有什麼結晶點 沒有什麼那個... 雜質 這個什麼裂痕這些東西 所以是一塊 廖老師 這塊怎麼樣 我剛剛打光的時候 對 它是這個顏色 那你會看到它的綠呢 其實是帶藍色 是 那帶藍色 跟下一張 你看看 它是帶黃色 不一樣 所有的顏色呢 你都必須要知道說 帶藍色它是屬於暗色系 是 帶黃色是屬於亮色系 帶亮色系的時候 就會好像是我們的葉片 帶黃色系的時候 它會比較亮 是 帶藍色系的時候 它會比較暗 這個價格是有差的 有...這個有差 以後買這種莫綴的話 物件你就要把它當作是 我們自然界裡面 什麼樣的葉片 它長什麼樣子 這個差在價格 是 因為你們抖六勢力游泳池 開幕的第一個月 我是救生員 真的假的 所以你在抖六走跳過一陣子 而且那個 你們抖六有一家那個 專窯廠 姓林的 那個是我的學長 就是郭子乾的同學 我是跟他兩個人 在抖六勢力游泳池當救生員 都可以扯到關係 我的天啊 弟弟 我很厲害 但說真的這個無視牌 我們覺得還滿有意興 還不錯 當初買多少錢 二十八萬左右 最近才買的 二十八萬 這個價格有點高 有點擔心耶 不會 聽哭看看吧 買東西想到 對 拚拚看 請見價 二十五萬元 這個最接近 這個最接近 它好樂觀喔 不管怎樣 它都是 不錯... 東西買了喜歡才會買嘛 對啦 你如果沒有想到 要轉賣的話 喜歡哪有價格的問題 翡翠的東西 要做成無視牌 平板的 比較難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天然的東西 對啦 節理太多 對 你稍微拋的不對 啪 就破掉了 也是 那你如果用雕的對不對 對 這邊有一點瑕疵 把它雕掉 然後那邊有瑕疵 你可以雕一個 比如說什麼 什麼水果啦 動物啦 這個都OK 對 你要把它拋成平的 這個有點問題 所以價錢也還不錯 我覺得價錢還不錯 我覺得就像你講的 還滿接近的 對啦 喜歡就好了 不要說買到 太過於誇張的價格 天差地別那種就 對 天差地別就很誇張了 黑回來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 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噢 谢谢大家